我们对这个世间大众 他行善也好 他坐卧也好 行善我们赞叹他 他坐卧 我们看到了 决定不能 把他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我们的心就坏了 我们的心本来是善心 清静心 把他那些卧念卧行 装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的心不起 变成他的露宿筒了吗 那佛在今天告诉我 水灾从哪里来的 贪婪来的 火灾 现在地球温度上升 这都属于火 温度上升 什么来的呢 成灰 风灾从哪里来的 愚痴 贪嗔痴慢疑 现在就是地球上 许许多多 所谓自然灾害 他的真正的因 就在这里 佛教过我们两句话 应对所有灾难 非常有效 勤修 界定会 熄灭 贪嗔痴 过人 身心健康 家庭 幸福 事业顺利 社会安定 世界和平 那两句话 你相不相信 勤修 界定会 熄灭 贪嗔痴 病因 拔掉了 怎么落实呢 教训 天天教 所以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 讲的是什么 就是讲勤修界定会 熄灭 叹嗔痴 佛的经典 分为三大类 叫三藏经典 金藏 绿藏 论藏 讲的是什么 就是界定会 金藏讲定 绿藏讲解 论藏讲会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四十九年 四十九年 天天在教学 天天跟大家讲 界定会 用界定会来 对治 贪嗔痴 他不是迷信 他老实说 他也不是宗教 天天天跟大家 讲经教学 用现在的话来说 他一生所从事的是 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 而且是个义务的老师 教学不受学费 学生来这部剧 去这部流 不分国家 不分族群 不分信仰 只要你肯来学 释迦牟尼佛非常热心地教你 我们说佛 首先要把这个老师认识清楚 你才真能学到他的东西 你要对他认识不清楚 你会走弯路啊 所以开经纪上讲得好 愿结如来真实义 无上甚深 微妙法 他讲下这内容 我们做学生要 愿结如来真实义 你把他意识解释了 他没有过失 过失在你 他真有办法帮助你 让你在这一生当中 过得幸福圆满 为什么 因为幸福美满 是你自信里头本来自主的 不是他给你的 你现在不过是迷了而已 他来把你点心 你一咎 成得到了 所以佛教学 把你教了 你也成佛了 佛不鞠躬啊 你要感谢我 你看我成就了你 佛没有说这个话 为什么 你本来是佛 你成功了 佛心里头痕迹都不着 你看 他保持清清平的 毫不受影响 这是真的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我们对这个社会 对一些众生 做最大的贡献 做再多的好事 心底也清净 不能有四号痕迹 叫三轮提空 这就对了 如果你自己有成就感 你是反复 是做了很多好事 你脱不了六大轮回 你还在三山道受保 为什么 你心里都有 你有这个 有这个夜音 他当然受果报 佛菩萨不受果报 做再多的好事 心里没有 干干净净的 所以他不受保 这个道理要懂 你要是不懂的话的时候 还做这些像的话 你脱不了六大轮回 那就错了 人做再多的坏事 也不是真的 是他迷惑电脑 干错的事情 他心里面有 有这些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念头 他在六道里头 三窝道受保 如果他心底清净 一尘不染 果报就没有了 他超越六大轮回了 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 世间大众 他行善也好 他走卧也好 行善 我们赞叹他 他走卧 我们看到了 决定不能 把他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我们的心就坏了 我们的心本来是善心 清净心 把他那些悟念悟心 装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的心不起变成 他的露宿筒了吗 我们的心不就变坏了吗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应该怎么样呢 应该要学习像佛物上一样 看得清清楚楚 心里不乐 干干净净 根本就没这回事情 也不可以放在口里 常常谈 他做上 那就错了 那不是他造业 是我们自己在造口业 与他不相干 过人造 过人受 我们不要被他的所转了 他影响我们了 那错了 不可以 永远保持清净平等就 这经体上这五个字太好了 这叫真修佛啊 阿 尼 陀佛 阿 尼 陀佛 阿 尼 陀佛 鸣 唷 感谢观看